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我們的政策翻譯舉弱系列 不懂政策沒關係,我們翻譯給你聽! 如果你不想錯過各種時事和生活意義的討論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就讓圖文不符和大家一起來聊聊國民年金吧! 你聽過下流老人這個詞嗎? 這個詞是前陣子日本社會學家 藤田少典他所提出的 他觀察到日本最近出現了很多沒有足夠收入 沒有子女照顧而且存款不足的老人 那因為他們在這個狀態下面過著不太舒適的生活 所以他就稱這些人為下流老人 那這個下流在日語中指的 不是他們很好色的那個下流 而是說他們處於中下階層生活的意思 雖然這是日本的社會觀察 但是我們老了之後 也非常有可能會面臨這樣的生活狀況 中正大學社福系的副教授鄭清俠就表示 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長輩 由於平均差不多會有4個以上的小孩 所以或許能依靠子女的協助來度過老人生活 但是197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 平均的子女數少於兩個 因此晚年的生活就比較難依靠子女的協助 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存款跟退休金來過生活 那如果我們原本的積蓄沒有非常多 那萬一我們突然遇到了重大疾病或是意外 那這些退休金跟存款就有可能會變得不夠用 而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我們就會成為沒有收入、沒有人照顧 然後存款不足的人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下流老人 那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 就很多人會用保險的方式來分擔風險 台灣也有在10多年前開辦一個類似概念的社會保險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這個國民年金保險 國民年金保險是政府針對全民開辦的社會保險制度 要叫做國保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保障25歲以上未滿65歲 而且沒有參加軍公教、勞保、農保的民眾 那藉由鼓勵大家參與這個保險 來擴大社會安全網的範圍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像是2017年發生的蝶戀花遊覽車事故 當時帶著44人的遊覽車 因為翻車緣故而起火小燃燒 造成了散散而死亡、11人受傷的殘距 那其中一名越南籍的婦女人也不幸身亡 留下了年幼的唐士正女兒與先生相依為命 以前讓她是比較自由 小孩子有人顧,有她來顧 她有沒有吃東西,有沒有洗澡 那個都不用煩惱,現在都是我的事 不過,也是因為在車禍之前 林太太雖然沒有工作 但也有固定繳國保的保費 所以林先生在敘故之後 會得到一筆將近10萬元的喪葬給付 以及每個月給付的遺暑年金 來減輕她的出力後事、撫養小孩 還有生活上的壓力 像是這邊的桑葬給付 還有遺暑年金給付 其實就是國保五大保障的其中兩個 也就是說,這個保險是用來協助那些 還沒有被其他保險納入的人 讓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親屬 可以得到一些最基本的保障 那再來我們來細講一下這個國民年金吧 剛剛有提到國民年金有五大保障 那我們大致上可以分為 每月固定給付和一次性給付的這兩種類型 一次性給付包含了生育給付 還有喪葬給付這兩種 而像是身心障礙給付、遺書給付 以及老年年金給付 則是屬於每個月固定給付的類型 以身心障礙給付為例 如果我們在保險期間不幸遭遇到意外 那再拿到重度或是極重度的身心障礙手冊 並且進評估無工作能力 然後沒有同時領取其他社福津貼的情況下 就可以循著身心障礙給付的規定 每個月至少領到4872元 另外再以老年年金給付為例好了 如果你沒有積欠保費 而且都符合相關規定的話 就可以在65歲退休之後獲得擇優計算的年金給付 而這樣算下來 你每月至少可以獲得3628元以上的給付 只是說要符合擇優計算的條件 其實也不算少 例如不能領取其他的社會福利津貼 還有過去領得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的金額 跟年資不能超過一定額度等等 總之領取到的金額實際上會是多少 還是要看你會符合什麼樣子的條件才能判斷喔 國民年金保險跟軍公教、勞、農、保一樣 都是社會保險的一種 他們都有一定程度的強制力 也同樣都是由國家來主持 來降低民眾對工作能力受損或是死亡風險的保險 而社會保險除了保障弱勢之外 通常也會讓有能力的人多繳一點 困難的人少繳一點點來讓大家都能享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彼此互助 換句話說,就是它能促進社會分配的均衡 像是我們常說的勞保、軍保、公務人員保險 或是農民健康保險等等 其實都是社會保險的一種 而不同的社會保險會著重於不同的面向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國保 它的定位則是弱勢的最後防線 也就是說幾乎所有25到65歲的人都能保 那既然它是最後防線 那它理論上就不應該要有破產的風險 所以國民年金法裡面就明確的寫道 政府要負責最後的支付責任 而其他的年金則沒有這樣的保障 理論上,只要我們有其他的社會保險 就不會需要保這個國保 但如果哪天我們需要照顧親人 因此要辭職暫時不工作的話 那就會暫時失去勞保的保護 而這時政府就會自動把我們加入國保 來讓我們享有一些退休或是意外發生時候的保障 所以國保可以作為一種替代方案 來彌補沒有辦法加入勞保所失去的保障 那因為國保的參加對象 大多是沒有工作的民眾 所以對一時之間繳不出保費的民眾 會特別設有分期繳納的方式 讓民眾慢慢繳親 同時也會用各種方式鼓勵民眾繳款 嗯...應該也可以說是一種柔性強制的方式啦 那雖然政府想要用各種方式鼓勵你繳費 但實際上還是會有些人選擇不管政府寄來的吹腳蛋 這又是為什麼呢? 根據勞保局去年提出的財務精算報告指出 國民年金的潛藏負債高達1兆又943億元 預估2048年可能就會破產 那雖然法律是寫政府要支付 但到時候如果真的沒錢 到底會怎樣也真的是很難說 所以對於距離退休可能至少還要30年的年輕人來說 如果預期以後有可能沒機會領到老人年金 那自然就會降低繳費的意願 而另外一種質疑則是針對弱勢中的弱勢 有些人的收入很拮据又有養價的壓力 當他們連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裡的時候 也很難為了以後的保障去繳保費 都沒有錢吃飯了,怎麼繳保費呢? 於是就一直沒有繳費,累積了一大疊的脆腳蛋 而對於那些有些儲蓄但是暫時失業的人來說 在沒有收入的狀況下,要再花自己的存款去付年金 會感覺是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保障 有些人甚至會用失業懲罰金來描述國民年金 可見這種壓力到底有多大 在剛剛的反對聲音之外,我們也發覺 有些網友也會用CP值高不高 來把國保跟其他的商業保險相比 比如說退休之後也才領幾千塊而已 那麼少,我不太想繳,寧願繳商業保險 我覺得雖然這樣說也是很有道理 但社會保險跟商業保險還是蠻不一樣的 因為設置這個制度的目的 其實是盡可能的接住所有民眾 不要掉出社會安全網之外 也就是說,他的目的其實是要為弱勢的人 提供不間斷的守護 而每個月的給付額相對之下 可能就沒有那麼吸引人了 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 這有點像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想要更高額的每月給付 那或許保費就要再往上拉 也會跟他作為最後一道房間的定位有點衝突 但是不可否認,國保也的確有些要改善的地方 所以在這邊也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國保從什麼方向來改革比較好呢? A. 從其他地方拉預算過來支援 B. 鮮秤經濟,大家有錢就繳了起保費 C. 其實已經很OK啦,不太需要再做什麼調整 D. 其他,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國民年金可以避免年輕人成為下流老人預備軍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減災的神奇發明,民生公共物聯網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以 getting 점它 コメント 還有,您注意